不如跟他先叙叙旧 可我们与镇西军肃无来往 反倒因为军粮的事情 刚刚才闹了一回 我担心 他们不会轻易和我们联手 即使联手 我也怕他们会有异心 公子放心 我倒是有法子 可以让他们答应联手 也有法子 让他们不敢有异心 欺杀我也 这崔家的人 欺人太甚 怎么了 主公 去 细盘那个冒牌的崔公子 立刻给我关起来 是 不 立刻把他给我杀了 带走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韩公 实不相瞒 我乃崔公子身边的半毒 受他之命 把这城中与你商谈重要之事 怎料 韩公勿将我认为崔公子 在何孝伟的事宜下 我只好将错就错 但我绝无任何欺骗韩公之心 我为崔家出生入死 我为崔家出生入死 却没想到 今日被他们出卖 更没想到成为妻子 竟然 韩公不如派人前往旺州 与那李皇孙商量商量 两军联手 灭了崔家大军 韩公解围 振袭军得粮 主公 他说的疑有几分道理 咱们的探子 也对杰梁之事有过回报 我不过是一个被崔家舍弃的人 一无所有 只有韩公 能够给我一线生机 韩公 不如先派人去探探镇西军的口风 至于我 韩公要杀要剐 也不及于这一时 若是镇西军不松口 韩公杀了我姐妻 也不迟 若是万一这计谋有效 我愿意追随韩公 任韩公去世 把大家押下去 关起来 走 把人带来了 把他关到这个牢房 小飞将军 找到石七郎了 是吗 在哪儿 蔡家军派人来报 说石七郎 在并州城韩丽府内 他在那儿干吗 我接着问 他就不愿意说了 说要当面见你 亲自来禀报详情 当面见我 什么人 是一个特别凶的姑娘 这个小姑娘是又会下毒 又会打架 十分婆娜厉害的 见过小裴将军 免礼吧 我家何校尉 前我来见小裴将军 李皇孙的下落 是我们崔家军 送给小裴将军的一份大礼 以此来展示我们崔家军的诚意 说起来 这李皇孙和我们校尉 也是颇有缘分 在这之前 我们家校尉救过李皇孙几次 这一次呢 也不忍心看他允命 所以我们崔家军 才愿意和小裴将军联手 一起救助李皇孙 是吗 我家校尉说了 我这么说的话 小裴将军芭城是不会相信的 但是 您可以遣人去并州城一探究竟 就知道我们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 小裴将军 行 我们家和校尉还说 如果我到的时辰没错 那这个时候 并州城韩丽府 也会前人来 有要紧的事 与小裴将军商议 不知道 是不是韩丽前人来了 我说你这小姑娘怎么这么邪啊